过了一段时间吧 咱们当地蝉联 当时其实是有去鉴定的 也是属于残疾 是有残疾的这个 症呢 残联发现了它 就是他们的电脑派位找到它的 让它参加全运会 这行吗 以前锻炼过吗 没有 我说不行 我说这运动的哪行啊 我挺心疼的 我完全说 怎么不行的 你给我领来我看一看 完了我就给它领去了 当时在场做了一下 简单的测试 完全行没问题 做哪方面的运动员 田径 跑步 练的成绩如何 在田径400米拿个金牌 全国的 这样的 那这成绩非常好呀 要得鼓掌 你这经过了多长时间训练 拿到金牌 四个月吧 但也不是封闭训练 就是四个月就能达金牌了 当时也挺苦的 然后后来又参加了2017年的 全国特奥游泳比赛 获得两斤两头 哇 游泳也很厉害了 也就是从那一次吧 开始她就喜欢上运动的 运动也能给她带来自信的 19年到那个天井 参加那个全员会 又是金牌 拿了一个800米的跑步的金牌 哇 太厉害了 真没想到 这短短几年就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那现在呢 现在还在三家比赛吗 现在还在上学办科 读大学了 嗯 就是专生本 长教人 学什么专业呀 音乐 哇 你这文体都 她一家都在发展 就是多方面的去学习 然后摆脱自卑心理 就小的时候她喜欢那个 声乐 对 同学就喜欢唱歌 上小学的时候 一到下课的时候 同学就说 对 王妍妍给咱唱一个 唱一个那个动画片里的 那个小儿歌什么的 现在就正式去学了 嗯 你这生活也很充实嘛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无聊 那这学了三年的成果如何 给我们来两句呗 好不好 来两句 听听啊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潇潇村落 路上已倒车 先吵我了 哇 先吵我了 先吵我了 挺约的妈妈的 一直的细心照顾下 其实真的是全面发展 可能比我们普通孩子 还学了更多 感受了更多 很上进的年轻人 还在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成长 我相信这和妈妈 这么多年的贡献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爸爸呢 爸爸在你的成长当中 爸爸就是为了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就是让就不停地赚钱 就是来保障我和妈妈 就是属于给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所以你们家是男主外女主内 爸爸管赚钱 妈妈管照顾家 如果让你独立去工作和生活 妈妈不在你旁边陪着你 有问题吗 生活方面没有 就是交流方面 交流方面正面 那咱俩都交流了半个多小时了 我一觉得一点障碍都没有 而且你知道就 就顶约有个特别 我不知道老师们能不能看到 因为我们俩里很近 他很真诚 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那个眼神里 全是就是信任你 相信你 对 这种感觉是特别美好的 就我跟你眼神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地纯粹宁静 而且他的精神是很集中的 对 就是你这个眼神会让我很打动 我觉得这样一个孩子 如果我交给他一份工作 或者一件事情 不管他做好做坏 他一定会很认真 很负责任地去做 就你给我这种信任感 你比方说有一次 咱们在那个超市 超市那个 他有个几个提凳 有一个就是 挺大叔老太太吧 那我提出来 就站在那儿 把颤颤威威掉 完了就喊出点 那个谁扶我 谁扶我呀 谁也不敢去 顶约哈 我俩正走呢 他蹭蹭蹭就上去 就给没有几顿 可能就是三四顿吧 就给那个老人就扶下来的 单纯没 看到老人老了 就去扶一下